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派出例行赛拿下14勝的哈森先巴 但哈森狀況不佳 第一局就擋不住國民的猛烈攻勢 國民一出局後攻佔滿壘 Zeman打成強勁滾地球 沒想到二壘手昆恩旺竟然發生失誤 然後他轉到奧 很棒的表演 第三位奧運 他轉到第二位 哦 球已經掉了 大家都安全 哈森的心情大受影響 對著右外野手Martinez 也在右外野發生一次隱形失誤 讓Robles安全上壘 哈森只抓了一個出局數 就被打出伍智安打 讓國民一口氣攻下七分大局 然後他轉到左邊的角度 他轉到左邊的角度 趕快就完成了 可以得到 這次會得到二次 國民先巴投手Corbin 這場比賽不讓前三位先巴投手 專門移前 他前四局就犀利標出10K 創下季後賽的新紀錄 Corbin主投五局就投出12K 連同薛澤的11K 和小屎的12K 國民也成為季後賽第一支 連三位投手投出兩位數三陣的球隊 紅雀雖然四五兩局 總共攻下4分 但錯過八局上半的滿壘機會 無力演出逆轉秀 國民中場就以7比4擊敗紅雀 四連戰橫掃對手 成為第七支在聯盟冠軍賽 橫掃對手的隊伍 您請問王瑞 郭日成 綜合報導